老奶奶为纪念爱情,一辈子不剪头发,直到去世 今天喵妹给大家带来短片《留长发的女人》 一天上午长发奶奶从抽屉里翻找一个笔记本 里面记载着各种美食的做法 拿到后就用力关上了抽屉 扶着桌子晃动,打发了桌面上的照片 长发奶奶顺便吹了吹像错上了灰 这是奶奶和丈夫老年时的照片 墙上挂着的还有很多奶奶家园的照片 有她年轻时和丈夫的合照 也有印加三口的合照 甚至奶奶和儿子孙子的照片也在墙上挂着 这些照片相同的地方就是 奶奶的长发和脸上幸福的笑 长发奶奶从冰箱里拿出一罐黄油 进行对比后,切下了一小块倒进房里 窗外两只小鸟估计也是饿了 也在外面扎扎叫 长发奶奶开始拿起食谱跟布种 忽然有个头发跳起来捣乱 她撇嘴吹了吹,头发还是没上去 直到奶奶用手才把头发摸平整 小鸟看窗户开着就直接飞进来 摸在了面盘上 这时奶奶的牛奶回来 温柔的把两只鸟赶走 然后开始转心做点心 突然有只小鱼从奶奶头发上游过 奶奶在窗户上照了照 发现什么都没有 直到一个发卡掉落 才意识到头发已经松动了 奶奶赶紧去照了照镜子 然后往抽屉里拿着个发网在头上 她继续搅拌面糊 同时头发里的小鱼也在游动着 她想要打个关头高尔 却发现怎样都使不上力气 最后还是拿了个勺子才把雷子打开 奶奶加快制作步骤 但是女人爱吃似乎是不分年龄的 关头里的果子也连吃了好几个 蛋糕放入口香后 奶奶就赶紧坐下休息了 因为头上的鱼儿 已经忽悦到发网都抱不住了 奶奶用力护住发网 但是头发太重 已经压得她没力气了 奶奶扭头看了看满屋子的照片 手慢慢松开了发网 似乎是放弃了与某种东西的抵抗 渐渐的发网脱落 鱼儿也开始在奶奶的长发上畅游 鱼儿游着 奶奶也开始回忆过往 她想到与老伴在一起钓鱼的场景 想到两人一起看星星 时间似乎在倒流 奶奶想到了怀孕时 老伴给自己做糕点 谈恋爱时教自己骑车 还有刚认识时 两人看对方的羞涩 纵观奶奶的一生 她一直都是长长的头发 从未剪过 随着烤箱的滴滴声 奶奶醒了 她顶着飘映的头发 缓慢地走向烤箱 拿出蛋糕 切成小块 放入行李箱 停下来 看了看墙上的照片后 就提着箱子去换鞋了 她穿上高跟鞋 拿上鱼杆 又看了看卧室墙上的照片 似乎也在跟这里的一切告别 奶奶没有去河边 而是走到的楼顶上 突然长发上的鱼多了起来 奶奶伸出双手 抓住头发 时就沿着头发往上爬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想奶奶应该是去找老伴了 奶奶似乎早已知道 今天是和老伴见面的日子 早早就开始做糕点 而她的老伴 也偷服了小鱼 带奶奶去找她 然后奶奶就带着老伴心爱的鱼杆 和喜欢吃的糕点去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